设备到现场之后 选电源开关 黄又选电源开 当然红色极听按钮要松开 这个摇板 这个摇板距前端钢筒 这个地方会有一定的缝隙 不要让钢筒紧扣着这个螺母 这个时候转动摇板是比较顺利的 前后都可以转 这个摇板后面的螺母和这边一个螺母 他们两个相互紧臂 同时离这个铝块留住一定空隙 前面两个螺母相互紧臂 铝块也有一定空隙 同样这边两个螺母紧臂 这边两个螺母也紧臂 都离这个铝板留住一定空隙 这个时候摇板很顺利 所以这个时候调整灌装量的时候 这个摇板要把这个上面的侧感性开关 在比较顺利的移动 这样摇会比较顺利的移动 500毫升的量大约就在现在这个位置 这个这个气缸形状大一些 让到气缸的全部进程会在700克左右 但是这个摇板设备 最多只能灌装到520克左右 所以说这个这个摇板位置不要太往前 同时后面 后面这个地方有个次开关 这个次开关的位置就在现在这个位置 去气缸的后端 流出了一定空隙 如果是接上气缸 电源也接通 这个今天就没有暗响 电源也打开了 这个时候 这个交代开关 如果设备没有反应的话 可能就是这个位置会发生变动了 或者是这个次开关坏掉了 正常情况下 这台设备这个次开关都是爽的 比较好的压价的 现在这个压力调节 压力调节就在现在这个位置 大约4个6公斤不到吧 大约到现场之后 客户把这两个螺丝拧上去 因为发货的时候 为了怕它损坏 就会把它拆下来 这个 这种耐腐蚀的火载冠状机 它所有和无照接触的地方都是耐腐蚀材料 所以说这钢筒和里面的火灾 迷风圈 连这些出料阀 借料阀这些 全是耐腐蚀的 但是这种和普通的卧室火载冠状机 它有一个区别就是 它 可能呢是 这个是不是 是304或者不有钢什么材料 这个火载在里面运动会比较顺利 但是这现在它是 输道与输道才是下摩擦 所以说它运动的时候 会稍微慢一点 这是这种防腐冠状机和普通冠状机 它就有这么一个区别 现在到电源 气源都接好 用电源拆关打开 现在 比如说 烂一下电脑拆关 它就稍微不得了 但如果是用瓶子介绍的话 它就不会稍微介绍 如果不介绍的话 这个气氧的牵位稍微慢一点 稍微慢一点 稍微慢一点 感觉一点压力 这个气氧前面是调整了气氧 往前运动的速度 稍微稍微跳小一点 这样气氧是比较平滑的 这个看护在用的时候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要紧死 还有这个地方 还有这个地方多缠两圈 这边 还有 就这么几个地方 这个地方一定要缠死 同时我们发货的时候 下面会把它拆掉 下面这个地方和这个螺猫会拆掉 会把这个板 整体拿下来 在客户下楼的时候 客户把这两个螺丝 把这个板和这个设备 紧固的两个螺丝拧上去 后面用螺猫背似它就可以了 这个套 这个地方 我觉得应该已经讲到全部的 谢谢观看